Hello大家好,我是AllSense The Way AllSense是Yellows Plus这个日本品牌在中国的授权店铺 那今天呢,我就想为大家来试戴一下 这个品牌在中国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型号 叫做YVES,念作YVES 那么因为我以前拍的视频呢,可能是用旧手机拍的 像素不是很高,所以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清楚 今天呢,我用相机的圆镜头 然后给大家来试戴一下 现在我们有的三个颜色 首先呢,是黑色 那黑色呢,是选择的人比较多的一个颜色啊 可以看一下侧面 那它整个镜框呢,是那种黑色 然后金属的部分是银色 全腿呢,都是板材的材质 那它的尺寸呢,是48,22,145 大家可以按照现在自己的眼镜的尺寸 去大概的评估一下你是否合适带这一副啊 第二个呢,是带帽色 其实这个带帽色也是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正面是这样,看一下侧面 那它的金属部分呢,是淡淡的金色 第三个颜色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其实比较少人知道 也比较少人会戴 所以它撞款的几率呢,就比较低 它上面呢,是黑色的 下面呢,是透明色的 但是对于这种眼镜呢 我个人有一点点小建议 如果就是你的脸特别长的话 那就不要选择这个颜色 因为它上面是黑的,下面是透明的嘛 会把你的脸无形中往上拉了一点 如果说,比如说我的脸现在是很长的话 现在上面一截是黑色 整个脸呢,就往上拉了 就显得更长了 好像加重了眉毛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的眉眼比较淡 特别是男生 如果你眉毛很淡 也不会去画的话 那戴这样一种眼镜呢 还是会让你显得更有神的一副眼镜 好了,这就是YELLOWS PLUS的EVES这个型号 那么你更喜欢哪个颜色呢 给我们留言吧 拜拜